这是一处隐藏在深山的白莲窖洞 洞口建有三道防御城墙 洞道穷顶的巨型白色章鱼 是否就是白莲窖灰 洞中的牛皮改甲残片又是何人所留 今日随我深入此洞 实拍白莲窖洞内部的真实影像资料 这个洞口就在这里 能够看到那个洞顶上面 有至上而下的这个钟乳石 看起来像獠牙一般 还是比较恐怖的 这里还要用脚签这样耗一下 避免下面有蛇虫鼠蚁 这个就是毛苦瓜的叶子 这个就是前马草 这个开白色的花 这个植物就叫水芹菜 这个叫水芹菜 看着是不是像人生的花 继续前进吧 在这里就出现了这个城堡 我们这时候几个队员全部都进来了 这个洞口十分巨大 而且冒着雾气 感觉非常的可怕 我们从这个右边的小台阶 这样迂回下去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城墙 但是城墙中间有一个小缺口 这个有可能是当时住在里面的白年教徒 为了抵御外面推进来的石头 建筑的这个城墙 这里是进洞之后的第一道防御公式 大城墙 跑哥已经在那个城墙上面 这个城墙两边都是用石灰岩大侵蚀做的挡墙 然后做了上下几层 这边还有台阶 跑哥后面有台阶 差不多是三米多厚 从这里走上来 这个城墙还是可以 你模仿的非常形象 对 这里明显是防御公式 你看你那里它是可以站着设计 刚好一个人这么高看 这个城墙的基石都是由石灰岩用站子精雕细琢而成 还是比较考究了这个工艺 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圆形的朵子 这种咱们都不要随便乱动 因为它去了是圆形的大家知道吗 这里还有三河土做的一个残垣断壁的城墙 以前应该是非常精致的 由于这个洞里面非常的潮湿 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残垣断壁 在火门那个方向也是有一个城墙的基角 这是石头还是土 是土的哈 差不多是40公分宽 做的非常的规矩 这里面好像是有一条走道 再看这边 这有人在这里挖过墙角 看到没 这里有人挖过墙角 这里有人挖墙角了 有铸头印子 你咋不说我在墙上等红杏出来 一只红杏出墙了呀 我就说在墙头等 墙头草 我都墙头等 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面积 差不多是25个平方左右 这里面呢又出现了一道城墙 依然是中间有个缺口 这个缺口呢就是比较自然的 应该是一个城门 差不多是80多公分宽 进去看一下 哇 看这道坎子做的好精致啊 这个外面差不多是80多公分宽 里面呢有 一米多宽啊 它这里做的有这样一个旋关 应该曾经在这里做的有一个木制的城门 现在刨个向左前方去啊 我们过去看一下 在这个城墙的左边呢 依然是出现了有这个台阶啊 一直这样出去的 这是第二道防御工室 哇塞 看这个松露石 好漂亮 这里还有台阶往下去 什么 可以看到这个地上有很多这种坑洞啊 这个一般是别人拿那个碳保器 叫什么 金属探测仪 来这里寻个保 我们并不是第一批进来的人 哇 看这个松露石 看刨个前面 我的天哪 你们快来 这太震撼了 看到没有 就像是一只大章鱼 给附在这个洞顶上面啊 我的天哪 好漂亮啊 这个 这真的是一个洞穴奇观啊 你们快过来 你快来啊 看这个大章鱼 能想象这是人间的景色吗 这不是旅游区啊 是一个原生洞道 我的天哪 这也太奇葩了吧 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太奇妙了 可以看到 哇 难得一见的洞穴奇观啊 哇 今天能不能找到白年轿的遗迹 已经不重要了 看这个洞顶全都是 犬牙交错 层次不齐 哇塞 看这个地上 错落有致的 也生长了一些石神 黄色的河道上面 镶满了钻石 不拎不拎的 特别的闪了 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干水了 这个边石坝 上面 有这个非常非常闪的 这个 啊 钙美粒子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个种植石断掉了 可以看到 而且现在没有水 它也没生长了 有可能是以前 住在这里的这个 白年教徒啊 在里面 为了方便走人 然后就把这个敲掉了 可以看到这里在生长 有水 继续前进 这里是个消水深坑 我们现在是 枯水基金来了 所以说 这里面是可以走人的 但这里是破败不堪了 这又来到了一个 独立的中鲁石大厅 从这边的这个 暖石堆 我们可以想象 曾经这里应该有一个 连通外界的洞口 这明显是被人工啊 给堵起来的 哇 再看这个洞顶 有非常漂亮的 中鲁石棋 这个也被敲断了 好可惜啊 看这个 巨大的中鲁石蘑菇上面 好漂亮啊 这真的是洞穴习惯啊 太漂亮了 这里明显是被白连教 给堵起来的一个洞口 我的天哪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石灰岩 跟我们这个 现在所处的这个洞体结构 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边过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干枯的边石坝下面 透着白色的粉末 这也太漂亮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这里又是通往河出的 好 这下面是盲洞 大家看 哇塞 金银剔透了 流光溢彩 哇 有有有有 哇 你在扑上楼 你扑上楼 哎呀 鬼点鬼点 哦 天员 天员 哦 大家看 这个好看好看 哎呀 这不得了 不得了 哦 这个去 哇塞 真正的洞穴器官 看完了这个美丽的洞枪呢 这时候我们朝着 猴哥的一个方向 进入它的主动道 继续探索白年轿的遗迹 哇 在经过这里的时候 真的忍不住扫遗迹 大家觉得这个景色 怎么样了 好 我们 还是搞正事 继续 沿着主动到前进吧 再看这边 这里有个出水洞 应该是当年 这个白年教徒 在里面生活过 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这个桌子的 残片 外面有一个挡水瓣 哇 这个 这水好干净啊 从这个上面 渗透下来的 我们打个光 到这个水里看一下 哇 看这个 厉害了 哇塞 好漂亮啊 哇塞 这水质太棒了 真的是奇美的风景 压底半空的一个小洞 这边有钉打耳光 是洞外面设计来的光 我们继续沿着左边的这个主动到 继续前进 在这个前面呢 出现了一个小房子 也是残垣断壁了 这个应该是当年的白年教徒 在这里做了一个床 因为起床喝水非常方便 所以它建在了这个地下暗河的旁边 这边有这个烟熏呢 烟熏物的沉寂物 将这个洞壁染得黑黑的 这里也有 这个足以说明啊 当年这里是有大量的人 大量的人员 在这里生活过 这边呢 有一个走道和一个平台 前面又出现了城墙 在这里呢 发现了有这个瓦片 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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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是灰质盐 制成的烧质瓦 好 我们继续向中到深处前进吧 看看里面能不能发现桌椅板凳 傻的 在这边呢 出现了一个小火堆 这个火堆中间是什么 看 为什么叫石灰盐啊 这就是这个石头啊 烧化了之后 形成了深石灰 这个火堆的周围呢 有这个石头围成了一圈 应该是当时住在里面的人 取暖用的 前面出现了一个塔 是一个大石头 像个宝塔一样 这个洞墙非常的高 可能有四五十米高的洞墙 什么 真是空的啊 什么空的 下面有个列宫 丢死了丢死了 来 二十米 凭空出现了一个二十米的塌陷天坑 这是什么东西 鞋距离人不少 这里应该是有人在这里吃过一只烤山羊 小北快来 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好像是牛皮 不过真的是 牛皮 对不对 真是真是 我以前是做皮鞋的 真是牛皮啊 上面还有这个动眼啊 这可能是做那个什么盔甲 盔甲铠甲之类的 有可能 这就是做鞋甲的 做鞋甲的牛皮看到没有 已经腐烂成这个样子了 做鞋甲了 对 上面还有动眼嘛 你看 真的呢 真的是牛皮 真的是牛皮啊 这个不是我吹的 这里还有一块 这里还有一块 哦果然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还有锚钉 对 哇 青铜锚钉 金属不见这个 会不会是马鞋子 嗯 也有可能 有可能哈 你说是马鞋子 我相信是牛皮 我发现你们在吹牛皮 哈哈 那你说这是不是烤鞋呀 这个是动物的骨头 这是肺骨吗 这就是羊嘛 我家里养羊的 这边也有 哎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哦 你说这个下面会不会有一个 这个盔甲 好多这个遗迹啊 这个位置就是他们的 这个厉害啊 厨房餐厅 哎 这里也有一块 可以看到 哇 这个好像金属的 不是金属的 也是牛皮的 只是好多层啊 这个年代应该很久远了 哇 这也是牛皮的 只是说 他把很多层 用这个糯米啊 嗯 粘到一起了 哇 这太难得了 我的天 第一次发现这种 啊 继续前进 我们看一下前面还有什么遗迹 过来 过来 什么 墙蟹配件 墙蟹配件 这个就是个扳机看的 火药枪那个 抓抓 哦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这样抠的吗 火药枪那个抓抓 哦 那个 那个叫啥玩意儿 引爆那个 引装子 啊 对 撞针撞针 对啊 撞针 撞针 火药枪的那个 哇 这个厉害了 厉害了 这个可能距今已经超过了一百年的历史 哦 这里还有一块 这是啥 没错 这也太难得了吧 这一块发现了遗迹非常的多 真的还 应该 当时白年教徒 在这里做了一个聚义厅 到处都是遗迹啊 只有瓦片 哇 这里也有城墙 这里也有城墙 火药枪现在站在两堵城墙中间 伸不伸 那我们继续走它的主动道 可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因为这里有很多人走过的痕迹 看到没有 哇 好大的洞墙 这里上去的话可能要不跟绳子 哇 看这个小叶 这个很多 哇 像个F 啊 因为这里面 烧过什么东西 看到没 这一路过来 有灰 这一路过来像这种小这个石头 去了这一个火源的形状 好像一个木种 里面有焚烧过的痕迹 这会不会是一个焚尸炉 怎么可能 很像一个木种啊 嗯 它又像一个焚尸炉 我感觉很像 我们 继续前进吧 锅巴 明显 看锅巴 哇 七彩斑斓的洞顶 石灰岩能形成这种景象 非常难得 在这里呢 我发现了 一具人骨 天呐 在这个岸河沟里面 那里还有一块骨 会不会埋在那个泥土下面 是 小心小心小心 别踩到了 那里还有 是吧 这个位置还有 对对对 那里有一个 在那个位置 啊 这边走左边 哦 老规矩 佛祖保佑啊 哇 一个去 这里有一大块 我们先走左边 沿着这个岸河 一直往它的上游前进 因为这个岸河里面发现了一个骨头 在这边发现了一个灶台 看这个造星土的痕迹来看的话 这个应该是燃烧过很多年啊 使用了很久 这里又分成了左右两个洞枪 跑个右边有一个洞枪 左边有一个洞枪 左边那像一个 像一个水母吧 可以看到它洞枪的那个形状 真的是像一个水母 看这个树井的底部 好漂亮的鹅卵石 这里还有一颗很特别 泛着绿色的光 固线的一个断崖 固线的一个断崖 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有一个小裂缝 前面估计是地下河 我们这时候把这个 消水的一个裂缝 把刀放在这里 我们下这个地下河探一下 好大的裂缝 这里有个天生桥 天生桥从这里过去 不用来了 什么情况 下面是一个地下河 地下河 我去走到一块 两边都是消水的 人进不去 人进不去了 这个动道就结束了吗 这个动道结束了 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伤水层 说明这就是这个动道的小水 也就是它的尽头 对 那这个动道完全探明了 那个地下河里面有个木梯子 以前人就从那里下去驱水的 上面没水的时候 它是在地下河里驱水的 哦 牵着还在 有个木梯子 不知道当年的贤民在这里面 究竟生活了多久 那目前呢也没有文字记载 也不得而知了 只能从老人口中 依稀知道这里面是躲过白人教徒的 那本期视频呢 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料风景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太险之旅 白年教洞到此完结 拜拜